大家好,我是邓肯 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奇异事件 2019年6月22日晚21点01分 在豆瓣上一个网名叫KFK的用户 他自称是2060年穿越回来的时间旅行者 或者说是时间观察者 他说网友们对未来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提问 于是网友们和他大战300回合向他提出许多问题 其中也有许多问题是有心的网友们在故意刁难这个未来人 半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 他对刚刚过去的2019年下半年 以及未来的那些预言有哪些看起来是惊人的 哪些看起来是合理的,又哪些看起来是荒诞的 原贴涉及到很多敏感问题已经被删掉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网友当时截图保存下来的完整版 那么我也对其中无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筛选 我们选出其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这个家伙的真实性有多少 顺便我们可以在最后聊一聊几十年来 或者最近十几年来网络上那些所谓的穿越 所谓的预言有哪些最后应验了 哪些被发现是完全扯淡的 网友开门见山就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为啥来2019 他答道因为今年地球上有很多事情发生 回头看这是人类转折的一年 在2049年有一部智慧卡剧 你可以理解为2019年网络上的电视剧 名字叫2019 是一部怀旧片在全球热播 我们换算一下 他说他处在2060年为了怀旧 回到了2019年来看看 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2020年为了怀旧 然后回到1979年去看看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问题回答的还可以 算是过关了我们继续看 问你出生在哪一年 答2020年 他这个问题是去年2019年回答的 所以2020年就等于是明年 也就是说今年他出生了 问明年你就出生了 答旅行的法则就是 必须进入自己尚未出生的年代 我在2020年之前会离开这里 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离开了 问那你过来的意义在于 答上面已经回答过了 2019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 也是我出生之前的一年 我来这里看一下 并且我对2019年的人 给予一些善意的提醒 难道是有被选招的孩子 问我还活着吗 答这我不知道 但在2019年下半年需要远离南方边境省份 这个最近好多人闹得沸沸扬扬说 哎呦他这是不是预言了这个南方省份 这个湖北武汉要闹这个冠状病毒啊 这个就是地理常识匮乏 因为你仔细看一下地图就发现这个 湖北不是边境省份 而是被周围裹得严严实实的 内陆省份 问南方边境省份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答尽量你离尼泊尔远一点 这个就有点不太对得上 因为去年离尼泊尔周围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问未来人类出去旅游 是称作什么交通工具 答科技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不可及 2048年以前旅行仍靠飞机与磁篇幅列车 问国家开始分配对象了吗 答没有 哎 问地球各方面状态怎么样 人类找出清洁环保替代能源了吗 大家过得开心不开心 更焦虑了还是更幸福了 答更焦虑 因为饥荒地震战争非常频繁 不少人怀念2000年到2030年之间的美好时光 哎 美好吗 那看来还得珍惜一下现在 问美国还存在吗 特朗普能连任吗 答 仍然存在 特朗普会继续连任 但他会面对亲人与反对他的人给予的巨大压力 嗯 这个今年就能印证他说的对不对 问 请告诉我未来两期双色球开奖号码 答 抱歉 我需要遵守时光旅行约束 所以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妈也别说两期你告诉我一期都行啊 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穿越者来了大家都会问 或者问明年世界杯欧洲杯冠军是谁 能不能让我挣一笔钱 我认为只要不能给你回答这个问题让你挣钱的呢 都有可能是骗子 他说他说他2020年也是今年出生的那他出生的时候房子不是很贵那我是不是快买得起房子了我很期待 问人类可以去火星旅行吗 答不能 但是卫星可以抵达并环绕四周 有一家美国的巨型公司开发了可以体会火星上见闻的智慧视角工程 有点类似你们现在使用的虚拟现实体验 但视角工程更为身临其境 马斯克打钱 问未来地球人口会有多少 答2047年有80亿 2060年减到53亿 那看现在这个架势我应该再减少那部分人里头 这个问题没有看到就被删除了 但是答案还在 答案是战争地震饥荒海啸 可以推测应该是回答上一个问题 就是人为什么少了几十个亿 应该是说就是通过这个战争地震饥荒海啸 人类从这个80个亿减少到了50多个亿 问哪里的战争 答牵涉到全球的两个世界文明 地点在三个大洲交界 我只能说这么多 三个大洲交界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朗 这个问题就很吊诡很蹊跷 问未来哪些省份比较宜居 答2030年以后的云南 2048年以后的贵州 不算其他因素 这两个省份现在也很宜居 问全球第一大品牌 还是苹果吗 如果不是在什么领域 答 在我很小的时候 苹果就衰败了 房屋打印公司 交互游戏公司 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 是40至50年代的三大巨头 在它很小的时候 不就是以后这几年吗 2022、2023这几年 这有点快啊 问深圳到时候适合生存吗 达2030年以后越来越不适合 嗯 这就是我在北上广深不买房子的原因 问人类克服了癌症吗 达癌症大体克服 但超级细菌无法克服 50年代带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 这个确实是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 像什么现在这些超级细菌 包漫不动杆菌等等 确实给人类带来很大的 现在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国家这些年也不会 就下这么大的力度 这个控制抗生素的滥用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问是否可以穿越到更远的朝代 比如封建社会 比如秦朝唐朝 达数据太少的时代 不适合旅行 因为没有交流的机制 按照他这个说法 他不是肉身穿越到现在 他是精神意念 或者是信息穿越 就是信息在网上跟我们交流 可能是这个意思 问中国的房价 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达具体的年代我记不得了 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很清晰 所以应该是20年代早期 那就马上了 这今天不就20年代早期了 这个问题我不是很关心 因为这样多少我都买不起 问从今年到2060年 有外星人到访吗 答不会发现外星人 但会发现从前没有发现的生命特征 从地下海洋之下出现 嗯这个如果是真的值得期待 问超自然现象如鬼魂 其他空间等你们怎么看 答2050年以后 这些都不算什么奥秘的事情 哇 为了这个我也要好好努力 好好健身 争取活到2050年 看到这一天的答案 如果大家没有信心 活到2050年 就请去翻一翻 我前几天做的关于特异功能 超自然现象和鬼魂的视频 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问如果你挑一部2019年之前上映过的科幻电影 构想画面整体 最像你在的那个年代会是哪一部 答几乎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科幻片对未来的构想 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我觉得这个回答就有问题 那上海堡垒拍的不好吗 问近几年会有战争吗 答2048年以前不会有全球性战争 但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过 他的意思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能在2048年 别的地方我不感兴趣 只要咱们中国大家都好好的 大家安居乐业就行 问2060年什么稀缺 答按现在的物质衡量 2060年所有的物质都是稀缺的 哎呦我的天 我还是别火到那个时候 问你会爱上2019年的人吗 答我太太就是2019年出生的 她是2020年出生的 她找个媳妇还比自己大一岁 问一日本福岛核辐社这些年带来了什么影响 二做过近视眼手术的人2060年还好吗 答一日本会有更大地震 不得不迁都 二三十年代智能眼球 植入改变生活 哇日本会有大地震 这个好像一直有专家就这么预测过 这个要迁都 问美国在那个时候居住生活环境好吗 还是不是第一大国 答美国是战前最后一个帝国 欧盟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东方的另一股势力 哎跟印度相提并论总觉得高兴不起来 问未来哪个行业发展更好 大家还喝奶茶吗 火锅你们还吃吗 答有些奶茶是奢侈品 火锅2048年之前经常吃 也就是打完世界大战就不能吃火锅了 哎和平最重要 这一定是个吃货题的问题 请问马航MH370最后有找到吗 答会在不久的将来由第三国解密 哇第三国是哪国不久的将来是什么时候 难道这里面还有阴谋吗 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了吗 答打过了 哇这应该就是说 他说2048年那一次死了几十亿人 我相信中国一定是战胜国 问你的穿越已经改变了未来 所以我们拥有的不是同一个未来 对吗 答 我的形态和你理解的穿越并不一样 所以我不会改变未来 并且不会有人真的相信我 但我会在这里提醒我想提醒的那个人 直到几十年后我对他造成影响 我们看他用的是女 他用的是she 所以呢肯定不是我了 问你的穿越也是平行宇宙 那一理论吗 如果你说不会造成改变未来 未来会有平行宇宙吗 答并没有平行宇宙 只有时间观察者 这个时间观察者是他经常和网友提到的一个词 我到现在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 大家如果有懂的或者有分析的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讨论一下 对此我只能念两首诗 就是欲试不绝 量子力学 脑洞不够 平行宇宙 问现在学小宇宙还有意义吗 答希腊文或西伯来文比较有意义 我一个好朋友前一段用一个月时间学习了马来西亚语 我相信他听到了一定会哭的 请问TFBOYS解散了吗 答无不散之言习 问给我们一些忠告 答如果能在2019年就学会把专注力从物质转入精神信仰 到2048年至2060年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 我还是选择2048年之前及时行乐 先活够再说 问2060年流行什么科学理论 现在2019年最常提到的量子力学在2060年还属于科学吗 还是已经被推翻了 答观察者问题在2049年解决了 时间存在的意义被解决了 这个观察者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还是想大家给我解答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跟评论区探讨一下 最近一次大事发生在几月 答8月 去年8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 问时光旅行这么久 最喜欢哪个年代 答就是2019年 这是美好的一年 在看见这个回答之前 我一直在想 这个人会不会是2060年的我穿越回来了 那么看到这个答案 我觉得肯定不是 因为我2019年是最惨的一年 问牛顿预言2060年是世界末日 你来自2060年 是否206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以时间旅行者的身份穿越回2019 答我的理解并不叫末日而是进入另一阶段 牛顿预言2060年是世界末日 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答我出生在中国上海 2048年以后 移居澳洲 没准是看完上海堡垒穿越回来 你移居之前上海怎么样了 一如既往全国经济中心吗 答一直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用我们一句嗓嗨话讲就叫叮呱呱 楼主请问纸质书是否彻底消失了 如果消失了是在什么年代呢 答纸质书没有彻底消失 但不再普及 只是作为收藏品和拍卖品 哇那我要把我现在这些书留到我60岁 那我是不是也发家支付了 问楼主 从2019年离开以后 你留下的一切痕迹 包括这个贴子会不会消失呢 答讯息不会消失 但我会消失 请问在20-30年代转行就业 适宜且能拿到最大红利的行业时 答生机农业 我印象中从事生机农业的生产者的亲戚 都很富有 这个有人考证 这个人可能是一位台湾同胞 我不知道在台湾话里 这个语境里生机农业 是不是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有机农业 我有点想去当农民了 问从2060年回望过去是什么体验 是会觉得像民国一样 还是觉得像原始人一样 答 你们在2019年开心的事将在将来都不会开心 你们在2019年烦恼的事在将来都不会再烦恼 你们在2019年认为的事在将来都不这么认为 这个未来人怎么还毒鸡汤 问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夺冠了吗 答 没有 东京奥运会还有事故发生 好 我们拭目以待 问楼主问你几个问题 一 2032年夏季奥运会在哪国家举办 二 我国东南某地 夏季领导人是谁 答 一 雅加达 二 如果你问2020年的话和上一届是同一个人 第二个问题他已经答对了 我们2020年再来看的话 第一个问题 印尼首府雅加达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问 在你们那个年代有发现造物主存在吗 答 是的 问 你们探寻了人死以后的奥秘吗 答 是的 请问一下 您现在是以数据的形态存在吗 答 某种意义来说 是的 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 你那时候人平均寿命多少 答 因为把全球战争大地震因素纳入 比现在要低很多 你看我说还是要及时行乐吧 问 认真的问 正在纠结北京上海还是新西兰 未来哪个城市好一点 答 新西兰会有强地震 上海好一点 问 我妹妹今年刚出生 请从你的角度来对他们这一代人提出一些成长有益的忠告 答 保持善良 在未来人的内在品质 决定命运 嗯 请问楼主 全世界哪些地方适合定居了 北欧挪威丹麦瑞典芬兰那一块合适吗 谢谢 答 欧洲将是战争爆发地 你的名字 KFK是你的全名塑写吗 答 不是 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四个字的名字将开始剩下 问 假如我现在杀了你的父母 你还会在明年出生吗 纯粹一个哲学问题 答 你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 你说这什么人啊 你说要杀了人父母 然后又说我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说这个人肯定是狗粉丝 问 战争的形势还是短兵相接炮火纷争吗 还是说更倾向于数据模拟那一类 答 失手成堆血流成河 问 有毒心术吗 答 2060年以后人心赤裸 无需解毒 这也从另一方面回答了 为什么他说人要从内心里发自的善良 问 手机成为历史 那楼主你们在未来替代手机的功能是什么呢 答 最早称之为物联 最后来是植入芯片 问 楼主你是文科生吧 答 三十年代不在分文里 问 我嫁给吴亦凡了吗 答 这个明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存在过 上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热点新闻 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问 一 请问你是通过科技时空旅行还是神秘方法 二 造物主是被人类发现还是自动现身的 答 二者都有 二 我还不能说 问 2026年还有新浪微博吗 答 没有 问 日本迁都哪里去了 答 迁都岗山 问 欧洲发展怎么样了 答 因为中东宗教渗入整体显得软弱无力 直到一个强盛人物出现战乱 因他而起 也到他为止世界因此震动一切改变 问 你说 欧洲会有危险 请问20到21年适合去英国留学吗 或者去日本留学会有危险吗 答 20年代的欧洲特别是英国相对安全 问 有个说法 说哆啦A梦的作者实际上是未来人 以自己的所见所闻 创造了哆啦A梦这个形象作为自己的缩影 其中的道具都会在未来逐步实现 而大雄等人则是几十年前人们的缩影 这是否真实 答 不是 问 法国未来怎么样 答 软弱 你这未来人怎么也如法 问 说起来川普对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答 兴起第二次冷战 请问那个时候是不是全世界全民博士水平了呀 答 博士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不再让人尊敬 这就是我考不上的原因 问 准备去意大利留学 这个国家未来安全吗 从19年开始的五六年 答 相对安全 但仍然会有事故发生 问 最近气候反常吗 以后的极端气候有多极端 目前的科技能克服吗 受影响最大的是人类生活哪方面 答 无法克服 影响最大的是人与人失去彼此的信任和安全感 问 你好 我有一位很喜欢的偶像 但他现在被很多人讨厌 虽然我并不是很相信你是真的时空旅行者 抱歉 但是看完了你的回复 认为你是一个相对理智的人 所以可以拜托你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吗 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 一个名叫蔡徐坤的中国偶像 他会被更多人接受吗 或者说人们的思想可以不那么偏颇吗 谢谢 答 我不记得这个人 问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吗 答 是的 问 未来的中国影视行业 以及电影电视剧的质量是什么情况 答 质量不好 这个我也能回答 问 请问如果给2019年的中青年三个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答 停下现在如同驴子转末般的生活方式 停下来思考一下 思考自己的人生走一遭的目的 问 请问可以说一下量子力学推翻物理的一些相关内容吗 很感兴趣 答 观察者 即创造者 哇 那这就说明主观维新主义还是有道理的 问 楼主看过猫和老鼠吗 答 我的童年没有 但看过小猪佩奇 问 请问蔡某文什么时候去世 答 2039年 问 你为什么对每个时间点都记得这么清楚 答 有的是我经历过的 有的是交流机制可以查阅的 问 楼主辛苦了 重庆和成都在2030年前适合生存吗 公益和慈善事业在你的年代还存在吗 答 没有很适合 2048年以前存在 问 律师会计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这些在2019年最常见的职业 待你的年代继续存在吗 答 2048至2060年教师和医生继续存在 问 张狼灭绝了吗 答 一直存在 问 你记得黄子涛吗 他在未来火吗 答 他婚姻不好 问 张一星还记得他吗 答 演配角的老演员 问 楼主你要火了知道吗 有人发现你了 答 我会在此之前离开 问 我这辈子能嫁出去吗 答 两次 你这是穿越呀 还是算命 楼主 别人说2031年能与死人通话是真的吗 答 不真 不真和假有区别吗 问 你对记事感怎么看 在我的记忆中 我好像看到这个帖子了 答 那只是瞬间意识到了观察者的存在 哇 这句话要好好体会一下 问 我想问豆瓣最后是为啥停止的 是缺钱还是其他原因不让开豆瓣公司了 答 一次错误的决策 过于文艺 难怪封你号 哎楼主我想问你个清流问题 请问这些拼音是原话啊 红楼梦后四十回里面 薛宝钗的结局是什么 答 原作者本意是婚后死于保育已先 原因是心灰意冷 任留小病累积为大病 嗯 嗯 红楼梦后四十回 这应该也是一个永远的谜 冷冻尸体后 然后复活 是否成真 答 没听说过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精选的KFK和网友之间的一些问答 其中还有好多敏感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原文 我在这里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能过神 呃就不放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讲的呢 主要是十几年以来互联网上一些说自己穿越或者预言的故事 一些人 而像以前什么麻雅人啊 八八万家呀 什么推背图啊 那些古老的预言就不在此列 我在此还想起了几个失败和成功的互联网预言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人叫X来自未来 他号称自己是来自未来 他说证据就是自己看了几个月之后的世界杯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西班牙对荷兰 最后荷兰2比1赢了西班牙 后来一路西班牙和荷兰过关斩将 汇尸到了决赛 当时互联网上沸沸腾腾腾 很多人都相信他是从未来穿越过来了 把他奉为神明 但是当决赛结束之后 人们发现他错了 西班牙赢了荷兰 最后他也在互联网上道歉 说这只是自己开的一个玩笑 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事 我想很多人都记得 还有这个 2011年的时候有人问 手里有6000块钱 做点什么能投资赚钱 这个人回答买比特币 保存好钱包文件 然后忘掉你有6000块钱这回事 5年后再看看 哇 这简直是个神人 还有一个更神的 16年有人问 我想在河北投资一套房 哪个城市最有潜力 16年7月份 他回答 河北熊县 还有就在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伟大的科比布莱恩特因为意外逝世了 但是瞬间就有人扒出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人做梦梦到了NBA球星坠机逝世 所以说这个我想这几天也会非常火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新的互联网 所谓的预言热点 而有互联网以来 所有的预言 所有的穿越 只有一个我是真正觉得 它有可能是真的 就是这个 这位日本朋友 在2016年的时候 发了一个推特 叫明治大政昭和平成令和 毫无违和感 我们都知道 明治大政昭和平成 都是以前日本的年号 而今年19年 日本刚刚宣布改国号 从平成改成令和 他在16年的时候就发了这条推特 明治大政昭和平成令和 毫无违和感 他是怎么提前三年知道 下一个年号叫令和的 这个人在推特上火了 火了之后呢 他自己出来了 说什么呢 他说 哎呀 这个是我 懵的 瞎说的 这个号以后不用了 我只是一个喜欢动漫的 二次元肥宅 以后不要关注我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些号称自己穿越的人 越想证明自己 可能越有破绽 而这种一直说 我是瞎懵的 我是随便 但是随口一说 这样的人可能更令人 更令人感到幸福 感到可怕 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这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勾手老大爷邓肯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关注三连 我会继续做优质的内容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收藏 sees ở grabX字幕